過去再提到比如說考照裡面有沒有需要入考類似 機車的發生的造勢不是只有機車主 不是我講很多 很多他說是被傷害的一方 我覺得在入考部分 我已經請工總來做一些研究 同樣你有防御駕駛的觀念 也知道說什麼車會對你造成傷害 所以我一直覺得有一些比較實物 讓這些機車主能夠更了解 更了解這個環境再進入這個環境 所以我也會請他們作為研究 汽機車排放廢棄中 會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是哪一種 1.液氧化碳 2.二氧化碳 3.氮氣 乘客遺留財物在車上 因1.具為機友 2.捐贈工藝团體 3.送交附近警察機關招領 我到底是在考駕照 物理化學還是公民與道德啊 台灣考取汽機車駕照的簡單程度 往往被諷刺說是拿著雞腿去肩裡站晃一圈 就能夠換到一張熱騰騰的駕照 即便自小客車從2017年開始就加入了實際上路考驗的環節 也就是交通部長王國才在9月的道安記者會上說要來研究機車是不是可以比照辦理的關卡 但是點開交通部道安資訊查詢網的數據來看 卻可以發現 交通事故總見數還是持續攀升 完全沒有下降的趨勢 而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更是在入考開始的2017年觸底反彈 要不是去年因為有三級警戒的關係 否則大概是要再次突破一年三千人的關卡 大家仔細想一想 自己考照的時候是不是出現過那種只要經過就一定會想的平交道 全世界到底哪個國家的平交道是只要有車經過就一定會有火車開過來的啊 所以其他國家的駕照是怎麼考的 世界上第一個拿到駕照的人 他的名字可能大家不會太陌生 就是賓士汽車的創辦人卡爾·賓士 同時被譽為現代化汽車之父 當時他開的汽車被居民嫌噪音太大 而且氣味太臭 所以就決定向巴登大公要了張許可證 讓他的車子可以行駛到公眾道路上 這是在1888年的事情 到了1903年 英國議會通過機動車輛法 強制所有的駕駛都必須要持有駕照 才可以開車上路 同時也歸於車輛上路 必須要懸掛車牌 但其實這個時候的駕照 比我們現在說用雞腿換的還不如 就是字面上開身份證的 完全不需要經過任何的測驗 只是為了要知道車上的駕駛是誰 到了1935年 英國才強制所有的駕駛 都必須要經過測驗之後 才能夠拿到駕照開車上路 不過早在這之前的1910年 德意志帝國就已經強制所有的用路人 只要是開車上路 就必須要持有駕照 而且是貨真駕駛 經過測驗之後才能取得的駕照 這也被視為今天駕照考驗的源頭 真的不愧是汽車製造大國 連考照制度都走在其他國家之前 即使是擁有目前全世界唯一 無限速高速公路的國家 交通事故傷亡率也還是數一數二的低 可見得速限跟交通事故數量 跟我們台灣交通部宣導的完全相反 並不全然是正相關 全世界先進國家的考照制度 大概可以分成三個不同的系統 分別是日系、港澳系、歐美系 首先先從台灣人最愛去的日本開始看起 日本考驕照的難度 可以說是你知我知獨眼龍也知 所以到底有多難呢? 根據統計 平均要考15次以上才會通過 因為考照的路線是要到考試當天才會知道 雖然是在考照場裡面測驗的 但是整個考照場幾乎是模擬了各種道路的組合 基本的紅綠燈、直線加速煞停就算了 考照場內還有路口 所以會因為左轉、右轉 而出現各種不同路線排列組合 哪像台灣還在那邊對桿子 方向盤往左邊打幾圈 往右再打幾圈的 光是考照路線不先跟你講 還想要死背的話 你就準備背到兔吧 不過日本的平均15次是在沒有報考驾訓班的狀況下 如果有報考驾訓班的話 通過率其實是有到七成 但是費用卻要30萬日幣左右 大約是自己報考的100倍 而且抱歉沒有保證班這回事 一次沒有考過的話 麻煩在掏出錢多多跟教練相處 至於香港澳門的模式 則是要求先進行比試 比試通過之後會拿到學習駕照 這個時候才可以開始實際碰車子 而且還有分場地駕駛跟道路駕駛兩關 場地駕駛會要求路邊停車、倒車入庫 另外還有在雙向兩線道的馬路迴轉 澳門則是把這個迴轉取了三進兩後的名字 意思就是要在三次往前、兩次倒退的操作裡面完成迴轉 道路駕駛的部分則是要開在指定的路線上面 你可能會想 那不就跟台灣現在考汽車一樣嗎? 人家可是在路線上加了一堆無號制的路口 只要沒有依照規定 停下來讓幹道車先過 或者是看到有行人準備穿越斑馬線 卻不讓行人先走 那就下次再來吧 而且還有一個項目 叫做未能調整車速以適應交通狀況 在沒有車的幹道上面 開個二、三十當烏龜也是不行的 也不要想說反正沒考過 下個星期再來就好 根據香港運輸署的網站 平均要等一年左右的時間 才能排到考官幫你考照 所以還不好好用心準備 被刷掉的話大家就是明年再見啦 最後把鏡頭轉到歐美 他們考駕招的方式 台灣交通部大概是一看到 就會先用太過危險來否決 但偏偏這種制度教育出來的駕駛人 行車秩序還比台灣來的安全 在英、美、法、德等等國家 必須要先通過比試之後才能去碰車子 而英國跟澳洲的部分州 還會要求駕駛人在比試結束之後 緊接著要進行危害感知測試 這邊來看看澳洲的危害感知測試 問你說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跨越對向車道右轉 想想看台灣如果也在考駕照的時候加入這題 恐怕那隊到了路口想左轉就隨便亂左轉 發生車禍一下車就罵人家怎麼騎車騎那麼快的人 可能一輩子都拿不到駕照吧 這些室內關卡結束後 接下來就是要真槍實彈的開車上路 你沒有聽錯 真的就是把車子開到實際的馬路上 就算是去駕訓班報名 也不見得會有場地讓你跟油門、煞車、方向盤好好相處 重點是考試通常是沒有指定路線的 考官會很隨性的叫考生在任何地方左轉或右轉 甚至不少分享考照經驗的文章會提到 有時候考官叫你轉進去的那條小巷 其實是一條逆向的單行道 這當然就是要考驗駕駛有沒有在注意實際的道路狀況 想想看台灣總是三不五時 就會出現一堆被Google帶去荒郊野外 或者是跑去那種一看就知道過不去的小巷 然後怪導航導錯路的新聞 看到這些新聞 真的都不知道到底方向盤是握在誰的手上啊 現在科技進步 很多駕駛人都嚴重依賴導航 但永遠要記得 導航也是機器 還是會有出錯的可能 所以最好在出發前就要大致看過路線 如果真的需要導航 也最好要裝個手機架 停紅燈的時候稍微瞄一下 接下來要在哪個路口轉彎 尤其台灣很多市區的巷道複雜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迷路 這邊要跟大家介紹 Cube S Guard的手機架 如果你是騎跑車 又不喜歡把三角台弄得太複雜的話 Cube S Guard只需要一根桿子固定在車上 沒有多餘的支架 還給你簡潔俐落的三角台 因為我的手機是Android 所以說在手機端可以用矽膠套來固定 下車的時候可以選擇把矽膠套留在車上 或者是連同矽膠套一起拿下來 另外一種方法是把扣子黏在手機貝殼 在拆裝上都算是蠻輕鬆的 除此之外 原廠還有推出GoPro的轉接座 像我平常都是把GoPro放在下巴 說真的一台重量也是不輕 利用支架固定在三角台上 除了可以降低安全帽的負擔 還可以拍出像是賽車選手趴在風鏡裡面的視角 你們說這樣看起來是不是更有速度感了 所以說交通部講的10次車禍 9次快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不只是警政署的統計資料表明10次車禍裡面 不到一次是超速造成的之外 剛才講的那麼多的國家 當中只有日本的速限是普遍比台灣還要更低的 但是台灣的車禍傷亡率 卻都遠遠高過他們 回頭來看一下我們台灣的駕照考照 自從2016年開始 機車考照從原本的U字型 加入直角轉彎等等項目之後 進入兩段式左轉的帶轉格 到底要不要打方向燈 連各個監理站都有完全不同的規定 機車行駛在馬路上就是100公斤的鐵塊 汽車行駛在馬路上就是1000公斤的鐵塊 結果卻連考駕照到底要按照哪個標準 都沒有一套統一標準 怪不得傷亡會高了嘛 也不要說數科考試亂七八糟 就連學科考試也是一點鑑別度也沒有 來看一下筆試的題目有哪些 汽車駕駛人最重要的是 1. 要有重視人命的道德觀念 2. 未趕時間可開快車 3. 注意沿途風景 汽機車排放廢棄中會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是哪一種 1. 一氧化碳 2. 二氧化碳 3. 氮氣 乘客遺留財物在車上 1. 具為機友 2. 捐贈公益團體 3. 送交附近警察機關招領 我到底是在考駕照、物理化學還是公民與道德啊 你以為前面就夠瞎了嗎? 還沒結束咧 入考及格標準為 1. 60 分、2. 70 分、3. 80 分 交通規則及格標準為 1. 60 分、2. 75 分、3. 85 分 請問你在考國高中斷考的時候 老師會在題目裡面問說是40分會被當掉 還是60分會被當掉嗎? 這種對於行車安全一點幫助都沒有的題目 居然可以出現在駕照考驗裡面 難怪會有一堆 外籍學生拼了命也要在台灣 考到駕照再回國嗎? 所以說要求機車 考照加入入考 基本上是正確的方向 但是無論是汽車還是機車 考照的項目跟評分都應該還要再更嚴謹 否則光是路牌差格 駕照考驗路線請理讓考驗車 一般民眾如果真的跟考照車輛發生車禍 到底該用正常的交通規則來判定誰對誰錯 還是因為標誌標線無限大 所以全部照折都該給其他民眾來承擔 入考就是希望可以讓考生在學習駕照的過程 儘量貼近限時路況 結果又加了這種霸王條款在裡面 還不說一堆路考路線 根本就是在沒什麼車的荒郊野外 這樣的路考真的有辦法讓考生融入限時嗎? 如果你對於考照方式有什麼想法 或者是想要補充前面提到的各國考照方式的話 都歡迎在留言區交流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幫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 其他國家的駕照為什麼用雞腿換不到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